今天节目一开始赶紧我们把目光来望向今天的国际头条大事 中东国家的一战争的最前线 我们赶紧来关心在上周末4月13号这一天 伊朗真的出手了 在深夜对以色列的领土发射了超过300枚的飞弹 还有百架无人机来做攻击 但是以军针对这一场攻击似乎是早就做好万全准备了 军方特别强调的是来自于伊朗的99%的飞弹都遭到拦截下来了 只有少数的飞弹真的进入到以国的本土之内 这一场的攻击一共是造成12个人受伤 在攻击期间我们看到了几个地方 包括以色列还有在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等地都高度戒备关闭自己的领空 攻击在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到是伊朗联合国代表团表示 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 但人继续的放狠话 警告你以色列的政权如果再犯错 那么伊朗的反应我们将会变得更加的严厉 CNN说虽然这一次看起来伊朗的行动是大失败 但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果 不会造成局势在持续的往上升级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看到伊朗怎么说 外交部长他证实了我们确实是为了要避免造成重大损害 所以在攻击前我们就像邻国和美国都发出了72小时前的警告 以免再造成态势再升温还有重大的伤亡 再来看到一项提以色列的美国态度又是什么呢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科比 他说以色列这次阻止大范围的破坏 证实了自身的军事优势 并证明了伊朗并非自己所称的军事强国 好从这边我们感受上 这个美国的部分好像有呛瞎的意味 但是一边我们来看到 在这场攻击爆发之后 拜登其实非常的紧张 本来他是有他自己原本的行程的 后来改为搭击 赶快的返回白宫来坐镇 并且和总理纳坦雅胡通上电话了 纽约时报的报导是说 纳坦雅胡最后是被拜登说服的 决定要取消了针对伊朗的报复攻击 真的吗 拜登真的能够拉得住现在以色列 纳坦雅胡这一批脱疆的野马吗 最新以色列的媒体称了 说战争的鼓声现在已经正式的敲响了 中东将会爆发全面大战吗 今天专家会做解读 有学者分析 美国原本是希望维持中东稳定 让自己的战略重心可以转向 东亚跟亚太的 现在恐怕已经违背 美国自己的战略大方向了 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态度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此事呼吁有关方面 要持续的保持克制 避免让冲突再持续的升温 先来请教委员如何看 伊朗第一波的报复行动 很难得看到有一次的战斗攻击 各方面都宣称胜利 第一次看到 好像没有失败者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从政治上来解读 这一次的攻击意义比较大 如果从军事上的话 会被我们的军事专家当作笑话来评论 为什么说政治上是有意义呢 这是第一次伊朗的武器可以直接攻击到以色列的领土 首度 好久好久以前以色列曾经轟炸过伊朗 伊朗都毫无反击的余地 所以伊朗可以在政治上宣称 我们终于攻击到了以色列的领土了 那以色列来一个宣称胜利 你看嘛 你搞个老半天 又来无人机 又来弹道导弹 又来这个巡逆飞弹 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以色列造成什么战损 因为任何一个战斗最重要的评估就是战损 战损是唯一的指标 你根本没有达成这个KPI嘛 而且还被我拦截了什么99% 任何人讲战争啊 拦截率到达99% 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只证明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看到刚刚出来的技术资料已经出现了 这个伊朗的无人机速度真的很慢 它靠量大没有用 第二个它的巡逆飞弹 竟然都没有超音速 到了以色列境内都没有超音速的速度 巡逆飞弹 一般来讲很少超音速 像战斗的差不多次音速 可是你不到达超音速以上 你很容易拦截啊 所以拦截效果 比较难拦截是什么 就是弹道导弹 可是大家认为伊朗的弹道导弹 应该有机会有可能超过终端速度5马赫 刚刚出来的技术资料 3马赫 在这个军事专业面前会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 因为拦截导弹大部分都在5马赫以上 简单讲就是说 我有个犯罪者 我车子开得很慢 那警察车子开的速度比你还快 怎么会抓不到人呢 它的基本原理 再加上我们不能否认 这也是证实一件事情 以色列的雷达系统 还有这个以及那个什么 那个伊朗的雷达系统 不在同一个等级的 所以虽然过去伊朗的导弹是有很大的进步 可是距离美国所提供给以色列的 这个等级已经比那个俄乌战争的差距更大 所以表示说在军事上伊朗的实力并没有想象那么强 就像我事前在讲的 伊朗军力比以色列强的就是陆军 可是你陆军要跨过那么长的距离 伊拉克 叙利亚 去打到以色列不现实 因为你补及线根本就撑不住 而且打不久 再来呢 以色列有空军优势 你伊朗没有空军优势 所以空战你一定输 海战那就更不用提了 伊朗跟以色列距离那么远 没有什么打海战的空间 那你剩下的是什么 陆战你不能打 空战你不会赢 就剩下飞弹 就像放鞭炮一样 说当然是很泄气 可是伊朗人可以大肆上街头庆祝 这个庆祝是基本上宣传战 而且比泽兰斯基的宣传战还得差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拜登也是给纳坦雅胡 一个台阶下 我打电话叫你不要 在攻击 纳坦雅胡可以对内交代 拜登叫我不准攻击 所以我就不攻击 他也没有本事攻击 为什么他没有本事攻击 不是军事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他现在根本没有朋友 比如说这两天 伊朗攻击他 有一些什么干麦 帮他声援一下 其他都不吭声 所以他打这个东西 在战略上没有意义 第一个你打伊朗 要占领土 他现在唯一的 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什么 要摆平拉法 摆平哈马斯 第一个战略目标 第二个战略目标是真主党 就在隔壁而已 真主党你陆战的未必会占得要便宜 那你这两个没有解决之前你跑到 这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外的伊朗你要干嘛 而且伊朗的都市又离伊朗的边界很远 这是你根本就 其实打伊朗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战略意义的事 以前打过伊朗是因为说伊朗有核武器 我去炸他的核武器实验室 那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 现在不是啊 现在你既没有领土也需求也没有资源 也没有什么战略上重大的冲突 所以这个 那坦雅乌顺势下来就是对的 那因为他已经到达好处了 因为伊朗的圣诚旅的在中东的指挥官已经被他干掉了 那他有实质上的利益 那现在拜登给那个楼梯下他顺势下 那伊朗也是一样啊 伊朗也知道说他去打以色列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他虽然放话说我要封锁这个 那什么海峡那个 荷姆斯海峡 Holmes海峡 问题是封锁那个受伤的根本不是以色列好不好 受伤的是 沙特 受伤卡达 你得罪这些人干什么 我也搞不懂 所以战略意义上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 所以等于说大家放完鞭炮 各自回家去反省检讨 那有事情下一局再来了 但是 伊朗跟以色列也很难有什么下一局 好 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两方 以色列跟伊朗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实力 似乎现在已经拉开来了 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甚至比乌尔战争这个 拉开来的程度更大 我们持续来看到伊朗目前的态度 他说如果以色列再反击的话 那么他也不会就这样子将就了 他还会再进行更强烈的升级的一个报复 严老师怎么看 真的有可能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一次 第一个他的预警 就是给你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他从伊朗直接发射这些 发动这些无人机攻击 就基本上让你准备 那我觉得他可以赢得国际的一个同情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讲的 如果我的领土受到侵犯 我都有自卫权 那我今天做出来的攻击 就不是攻击 是自卫 self defense 这个没有问题 在外交上他绝对会赢 第二个我觉得 当他用这些 接近300架也好 这个无人机 换你这么比较贵的 这个拦截的这个飞弹 那我觉得当然划算了 对他来讲 就是说他可以继续生产 可能蔡委员觉得 这好像速度也不怎么样 我就是耗你 我用我比较便宜的无人机来耗你的这种拦截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就好像譬如说你的敌人很强 但你人比他多 你今天死虽然说是3比1的死 可是你原来的人口是5比1 你就已经胜利了 就是你的军队如果比他大很多 然后你 但是你耗损的比较少一点 那我觉得就已经赢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在国际舆论 绝对拿得出来 因为你看当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联合国 居然还提出来 说要谴责这个伊朗 没有人理他 对不对 怎么会有人理他 之前你攻击这个伊朗的 在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的时候 都没有人 联合国都因为美国在那边倒 都没有人会去谴责以色列 怎么有可能谴责伊朗 那我当然看到刚刚蔡委员也讲 可能英国 可能这个其他欧洲国家 比较稍微中立一点 或者讲一些话 是对以色列稍微有利的 但是你看 譬如说 像这个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这些国家 马上谴责 谴责以色列 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伊朗来讲 它的报复是非常有 有这个 有节制的 所以我觉得伊朗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中 绝对是赢得了国际的媒体 或者说国际 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这些支持 虽然当然就是美国还是 连美国都不敢完全挺奈亚雅湖 还是要求它节制 我觉得伊朗这暂时是达到它的目的 因为真的是 它跟以色列去打 还不如最好的方式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还是透过你代理人在叶门 在这个叙利亚 甚至在这个尼巴勒 来对以色列进行攻击 永远让以色列存在一种 就我们叫做被包围的不安的感觉 好 国际社会都认为说 伊朗它在这方面是有所节制的 我们也看到CNN的报导 甚至说这个伊朗 这一次的一个攻击行动 它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 叫做失败的行动 是刻意安排的 请教总编你怎么看 CNN的这番言论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刚刚专家们 老师都特别提到说 伊朗它的武器上面的速度 确实是比较慢 接下来如果说真的要打战的话 双边伊朗方面 是打这个所谓的消耗战吗 你怎么看 我认为从这次伊朗这反击 让我们再充分了解到 这波士人真的是满狡猾的 就做了一件 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有报复 但好 感觉上都各有下台阶 包括伊朗有下台阶 以色列其实它也某方面有个面子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可以 借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还可以不用介入 中东复杂的情势 可以说大家都有下台阶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 刚才蔡委员讲 这是一个 大家都是拍手称亲 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我认为伊朗持举 其实有多方面 我认为达到它的目的 第一个它说到做到 虽然它这个反击 距离4月1号 它的使馆被攻击 过了将近14天 但这14天我们回想 其实让以色列感到 非常的忧虑 焦虑 而且它必须要 增加它的维安警戒 调派部队进行相关的防御 其实对以色列来来 等于是偷击不着 它相关的精神和物资花费 其实远远超过它轰炸使馆 所达到的一个效果 虽然这个反击慢了一点 其实伊朗已经充分达到 它的之前 这个威责以色列的目的 更何况它在攻击之前 其实以色列还全国 学校不用上课 经济活动也受到影响 试想这个以色列 它在非物资方面的损失 我认为是非常的大 而且对于以色列民心来讲 我认为也产生 很大的伤害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 借由这样的行动 其实伊朗有效地管控了 战争继续升级的风险 对于以色列来讲 它因为受损不大 因此在攻击发生以后 以色列内阁会议事实上 意见也非常的分歧 有强调要立即反击 有强调说 我们这个再等等看 再加上美国 借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可以有效地 去约束纳达洋国 后续的行动 因此对于伊朗来讲 我攻击了 我说到做到 但相关的反击 受到以色列的反击 又可以把它的几率降低 而且大家知道 其实伊朗也怕 以色列空军航空部队 对它的反击 第一个 以色列它对这个部分 它可以说是 它非常敢于空中冒险 大家都知道 以前海山要搞核能 还有一些核设施机构 就被以色列空军 就精准攻击把它摘除掉 整个计划都没 因此对于目前 伊朗的防空体系来讲 它要应付包括F-35 或者其他以色列飞机的 远程攻击 其实它本身也没有把握 因此 其实它也担心伊朗 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 其实它这个顾虑 可以比较大的 给它这个预影降低 那另外就借由这样的行动 就是像刚才 这个严教授讲的 不对称的大量消耗 因为有保守估计 单单这一天拦截300多枚 飞弹或无人机 以色列可能耗取了 400多亿美元的 各种飞弹的物资 因此对于这个 以色列来讲 它等于是花了大钱 营造一个这个烟火秀 非常不对称 而且大家知道 这个伊朗反击之外 它的众多兄弟还在以色列 环势在列 因此未来一阵子 它只要发射像这种 这种低成本的土制火箭弹 或其他的破炮 或者攻击武器 都可以对以色列造成伤害 因此对于以色列来讲 它的空防持续要强化 持续在这个地方失血 那对于以色列来讲 它即使赢得 这次防空反飞弹的胜利 但它未来的日子 事实上是一点都不好过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看到 伊朗目前的军事实力 到底怎么样 上次我们说 根据全球火力网的一个排名 伊朗的部分 综合实力是排在第14 竟然是胜过以色列 以色列排在第17名左右 那目前所掌握的军力 在画面上 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包括伊朗 它有78万名的现役 还有后备军人 是中东国家目前最多的 再来武器方面 我们来看到伊朗 自主研发的多型弹道飞弹 它的射程有2000公里 据传可以涵盖整个以色列的领土 甚至中东任何的地区 任何的目标 再来伊朗还有多款的攻击型无人机 还有自杀式的无人机 飞行距离的部分 落在1900到2500公里 可以透过低空飞行 躲避雷达的追踪 不过也有说法 伊朗它现在还是很小心的 因为根据了卫报的报道说 如果伊朗将和以色列 或者是美国全面开战 那么德黑兰当局其实是没有完全准备好的 其实他们是很害怕会爆发全面性的冲突的 好 整体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伊朗 我们刚刚说了 拥有这么多的军事力量 还有武器系统等等 美国现在是要担心伊朗可能展开报复吗 真的会害怕吗 总编怎么看 其实美国一直是担心伊朗 它各种的军事行动 特别是伊朗 它位置这个波斯湾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尤其大家知道它只要封锁赫姆斯海峡 对全世界的能源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特别美国的几个盟友国家 像欧洲 像东亚的日本 韩国 如果赫姆斯被封锁 这些国家肯定要跳脚 因为能源受到伤害 至于说实际上伊朗的军事能力怎么样 我认为它有强 那更多的其实普遍偏弱 特别是伊朗长期受到欧美国家的这种军事和技术制裁 它的三军武器装备普遍非常的成就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1970年代它向美国采购像幽灵式战机 还有熊猫 就是伊朗版的波斯猫战机 其实目前还在勉强苦撑 可以想象吗 这个已经服役了在五六十年的战机 目前还新三年 旧三年 逢风步步 还又不知道多少个三年 继续使用下去 但总体来讲 伊朗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它也深知自己的弱点 打正规的战争我打不过你 因此它特别突出了 像之前的这种飞弹科技 它发展的多型这种中程 还有战区型的弹道飞弹 巡异飞弹 这几年又扬言 它已经具备所谓 极音速飞弹的技术能力 但从这次攻击事件 我们发现 它并没有发射极音速武器 也此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科技 我们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号 另外过去十几年 这种无人机系统 包括无人机 还有无人艇 这种无人系统大型其道 事实上伊朗 老早就抓到发展的潮流 因此它在无人机这个部分 目前已经有十几型无人机 正在使用 特别是俄乌战争期间 俄军运用它的见证者136 其实在战场上获得极大的战果 而这次在攻击以色列 它也实际派上用场 因此它在无人机这个领域 是伊朗比较值得撑到的一个能力 另外我必须说 伊朗虽然跟美国以色列相比 它的武器装备不占优势 但它一个特点它就是敢打 而且它具有谋略 大家很难想象 2011年的时候 美国最先进的RQ-170 这个哨兵 逆中式的无人机 伊朗用电子诱饵 或者欺骗式的方法 把它成功诱骗到伊朗降落 而且破解美国的科技 后来发展出它自己的 雷电式逆中无人机 另外2019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波斯湾的大事 就是当时川普政府派遣 全球英到波斯湾执行侦查任务 伊朗发现它进入它的里空 当场用它的国产防空飞带 把它击落 而当时川普的反应是 我为了怕避免战局扩大 我就摸摸鼻子吃暗亏 这显示的伊朗 其实它经常能抓紧时局 抓紧时机 即使我给了美国一个闷棍 但美军经常是 吃了闷棍不敢有所反应 因此对伊朗 我认为它除了军事能力以外 它本身的谋略也非常的强 因此所以成为中东地区 美国非常难缠的一个对手 好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 美国的角色来请教委员 刚刚特别提到说 您提到说他们伊朗用的武器 都是比较慢的 这个总编也特别提到了 没有用到这次比较快的极英素飞弹 再来他就说伊朗它有战略 它有谋略 它很敢打 再来他这次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境内 这个宣誓意味蛮重的 委员你认为美国准备好了吗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没有人准备好 这很太明显了 我举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当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时候 如果你这里有准备的话 怎么可以让首都的街头 每个人都跑上庆祝 说我们就发动攻击了 你不是挨打吗 这个表示他根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相当有限度的一个飞弹攻击而已 再来第二个 没有错啦 这个以色列 的确是早就新知肚明 会有这场攻击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可能会早就知道 伊朗打击的对象 都是特定的什么军事基地 而且都在应该边界附近 所以他的大都市里面 升马照袍舞照跳 你看到那个躲黄红洞的 都是在那个 那个所谓的特定攻击目标地区的 的一个区块 所以表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有限度 难怪那个伊朗的外长说 我们七十二小时前早就跟你预告 像电影预告一样 所以大家都已经 我觉得刚才那个 演讲的最精彩 演戏剧本写好 大家照剧本过场一下 那美国一上 美国他根本不晓得 如果万一伊朗跟那个谁 跟以色列真的要大打一场的话 那个局面是混乱成一团 你这个现在谁要选总统 不是纳坦雅弗 不是伊朗总统要选的 是我川普 拜登跟川普在选的 那这两个人 当然说要跟纳坦雅弗说 你自己的要讲 是因为我打电话给你说 你才不报复了 战争才平起下来 要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利益 所以三方面就真的没有想要打大战 大家都想打宣传战 让老百姓开心一下 这更有理由 你看啦 以色列说 你看我百分之百拦截 那伊朗说 你看你花了那么多钱的拦截 我这个成本很便宜的 我都存货 真这么讲啊 那伊朗当然还讲说 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不过你看伊朗的弹道导弹 这一次都是那种液化燃料的 我就很怀疑它有超高因素导弹 超高因素导弹的前提是一定要固体原料 不然你问我们郑总 他会告诉你这几个细节 你液胎燃料 那个根本没办法去上 做这种所谓的超高速的一个攻击 那现在的确没有人准备好 告一段落 那只要局势不再恶化 还是会回到本职的袈裟走廊 一回到袈裟走廊 那又是又是 什么 无解 虽然联合国有很多人讲说要两个国 两国方案 不是我爱吐槽联合国 联合国这些有点走之右触 像刚才没有人声援那个 这个以色列 但是有一个人谴责伊朗 就是古德雷安 这个很脑筋 有点开始走不过来了 那你联合国的态度也抓不到这个真正的一个潮流 那你怎么办法解决问题啊 你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所以 两国方案你这推出来就真的行吗 领土什么话 越旦和西洋不知道什么话 加萨佐郎你能够派军队进去吗 你也没办法派军队进去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算盘都在等什么 11月份美国总统是谁啊 恶务战争人在等11月份 这个 以哈战争人在等11月份 美国人都在等11月份 最寂寞的就是川普 然后不知道怎么干 好 三位专家其实都认为不管是美国以色列 或者是伊朗都很怕打 大家都不想打了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报道 是来自于以色列的报道 以色列的报道就讲了很鹰派了 他是说呢战争的鼓声已经敲响了 现在大家要来看看 纳坦雅胡的下一步是什么 还有呢我们来看到法新社研判说 以色列的回击的方式一定会做回击 只是问题是在时间点和方式而已 其实现在要不要打 重点都是在纳坦雅胡 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 拜登其实是挡不住以色列纳坦雅胡的 所以纳坦雅胡的下一步可能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去回击的话 美国会被拉下水吗 严老师 我刚前面讲了 有人在你门口泡了一泡尿 你今天去炸他家吗 应该不会嘛 所以就是比利原则 今天我刚刚提到在这个 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的冲突在加上的时候 那绝对是死了很多的人 以色列的报复 大家以色列的人民都很多是支持 很多愿意去支持 之后来歹西托蓬 但是前面开始发动的时候 大概都是人心愤慨的 你现在没有什么伤亡 你今天要去跟伊朗去弄这个战争 把自己又还要去面对他其他的代理人 包括在叶门的也好 或者在这个尼巴勒 甚至在叙利亚 还有搞不好在伊拉克都有 来报复你 我觉得以色列犹太人自己去想一想 他们都觉得不会划算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说今天虽然他们讲了很多 嘴巴话一定要讲得很强 但你真的要报复的时候 到时候你还是光明正大在打仗 他们这些我们讲说恐怖组织也好 或者代理人也好 他们跟你打不对称战争 其实吃亏的还是你 所以我相信美国一定会拉住以色列说可以收手了 因为你再不收手 那美国的国会里头甚至可能都会 现在都还是无条件在支持以色列 可是未来会不会 会不会在这个经费上面再减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虑 但以色列当然就说好 那我暂时跟你妥协一下 我就等11月 刚蔡委员讲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 这个川普上来了 那我又有希望了 所以他们也在等 可是最近好像民调又开始对川普有点不利 所以以色列人也在看美国的民调 说怎么搞 前面几个月 好像川普在所有摇摆州几乎全胜 现在怎么看起来又不像了 所以以色列人也没办法掌握 美国的政客搞这个 他的议题会对现金有影响 他无法掌握 这个他真的没办法掌握 是 好 谢谢 谢谢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次来关心另外一个战场 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后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战时内阁 已经连续的开会三天了 他们这次商讨的就是可以让德黑兰 他们希望能够让他难堪 但是又不会加剧 目前已经很紧张的区域冲突 而且不会受到美国阻挠的一个攻击目标 但是会议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不过我们知道一向善于掌握情资的美国 这一次掌握的资讯可是严重多了 我们看到来自GNN的报道说 美国情报显示目前以色列的内阁 倾向直接就是来对以色伊朗的本土 来发动小范围有限度的攻击 另外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 这位是哈加里 他也说一定要让伊朗付出代价 同样鹰派的我们来看到 竟然是还有欧盟跟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持续喊话对伊朗要祭出制裁 这当中涉及到很多的利益 包括了像是美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 真的这些国家这么够力吗 会来做制裁吗 因为这都是跟自身利益有关系的 还是只是喊缓话 今天专家来一次做解读 我们先来看到这一波以一冲突 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了 以色列为什么又要一意孤行 说一定要来报复 张静老师 要考虑 他要考虑内部的政治的消费的需求 也要考虑后续的嚇阻效应 他要讲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那就这个就是德黑兰 当然很高兴 这一回合结束 他必须留下一句话 我随时可能会动 我随时可能会动 但那时机点 他是很弹性 很多变 所以他一直悬疑在那 也会造成一定的嚇阻效应 所以他不会把话讲死 是 我们继续来看到 那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商讨一个 不会加剧 我们刚刚说 他说几个条件 不会加剧区域冲突 又不会受到美国阻挠 又能够让伊朗要能够难堪 这到底要怎么做 大千委员怎么解读 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 以色列不希望加剧区域冲突 从目前看起来 纳坦雅胡根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以色列已经有71%的民众 要纳坦雅胡下台了 纳坦雅胡现在只要下台 他马上就会面临到 各式各样的政治责任的追剿 包含他的贪腐问题 所以如果我是纳坦雅胡 我当然根本不希望这场战争结束 现在看起来 以哈冲突结束最大的障碍 就是纳坦雅胡 所以纳坦雅胡现在持续的要加剧 在以哈之间的冲突 不打算收手 甚至美国不希望他攻入拉法 他也扬言说准备要攻进拉法了 然后甚至做好了各式各样的准备 那么外界一直认为说 这一次以色列主动去挑衅伊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纳坦雅胡 希望把美国拖下水 所以我觉得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都很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在暴富之前 我觉得伊朗在这暴富 已经算是温和到极点的暴富了 他大老远从伊朗本土 这个隔了700公里开始进行攻击 这种攻击很快的就可以处理掉了 他攻击之前又跟美国打过招呼 那么攻击之后又对外宣称说 攻击完了之后就不会再进行其他的暴富了 这些动作其实某种程度 都是伊朗很清楚的了解纳坦雅胡的算盘 所以他根本不想介入这场战争 不希望让纳坦雅胡能够引发一场区域大战 然后把伊朗跟美国卷进来 纳坦雅胡又可以自身事外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纳坦雅胡是最重要的变数 就美国跟伊朗都已经在很自治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看到以色列这两天的宣布是 他们要针对伊朗这一次的攻击 要回进回去 所以如果今天以色列真的做了这样的动作 那就是在中东地区引爆了另外一场战火的导火线 他如果再回击给伊朗 伊朗是事可忍 孰不可忍 他没办法吞下去的 那对美国来讲 他马上就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了 究竟要不要跟伊朗开战 究竟要不要涉入中东战争 这是美国现在进退两难 进退维谷的一个局面 所以其实整个中东的局势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纳坦雅胡这个筷子手 我必须要用筷子手来讲 就今天哈马斯也许屠杀了以色列 这个1200人 1300人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纳坦雅胡手上沾着鲜血是几万人 是几万个平民 是上万个孩子 所以今天以色列 为什么会有71%的人希望他下台 为什么今天全世界原本对以色列 抱有同情的这些世界各国的政府也好 媒体也好 民众也好 最后去选择孤立了以色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纳坦雅胡的所作所谓 已经到了令人法指的地步了 那么如果纳坦雅胡继续在这样做下去 美国没有能力去制止他 那么今天中东将会陷入另外一场大乱的局面 美国不可避免就会被拖进去了 委员帮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看起来是没有要放弃 报复伊朗的这个迹象 另外一个要扩大对伊朗制裁的 就是欧盟国家了 我们看到欧盟国家最近又做了什么 各国外长在4月16号召开临时线上会议 会后呢 欧盟对外事务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这一位叫做波罗瑞俄 他也说欧盟过去只会制裁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制裁范围是扩大 现在伊朗只要提供给中东各个代理武装民兵武器 就会受到制裁 另外这些品项包括了到无人机 甚至是伊朗制的所有的飞弹等等 都会是受到制裁的项目 为什么这时候欧盟要跳下去 变得如此的鹰派 也要来参与这一场一一的冲突 欧盟真的有这个失利点来去介入在中东这个里面吗 大仲老师 我觉得欧盟跟美国 大概也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就是说我们仔细看看 伊朗那时候打完之后 就像刚才大宪委员所说的 他其实里面讲得很直白了 我的打击是合乎自卫权 我现在张第51条 第二 打得到此为止 没有后续 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对我再动手的话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这是讲给以色列听 第四点 这是我跟以色列之间是不关美国的事 如果美国要卷入 要涉入的话 那对不起 我的回击目标会包括美国 很清楚 其实包括美国 包括像欧洲国家 基本上不希望把伊朗卷进去 不希望战事扩大 就是把以哈冲突 最后告一段落差不多 绝对不能外移 但很明显已经有外移迹象 黎巴嫩 珍珠党 还有这个青年军 胡塞 足支 假设连伊朗都要进来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美国来说 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欧盟也是 所以为什么要做经济方面的制裁 其实制裁我们知道 从古到今 我们大概没有看过任何的例子成功 国际社会或个别的国家 或是团体 透过制裁达到它目标 我没有这个印象 没有任何的史上例子 是被制裁者 因为外部的制裁而软化它 但为什么会有这个制裁 我觉得欧盟跟美国 希望有一个动作 因为美国也要制裁 扩大制裁 包括可能是石油 意思是说 我们有动作了 那是不是以色列 你就不要做军事上的回击 我们有处理了 我们已经有一些 在外交上 金融上 经济上 石油 出口等等 我们有一些该做 我们没有无动于衷 但是我希望以色列不要没完没了 因为只要以色列按照目前的讲法是说 不会无动于衷 伊朗不会逍遥法外 那就下一波 这个冲突就不会下降 而是无限制的上升 如果我是拜登 我会非常谨慎 还记得吗 刚打击之后 美国官方透过媒体怎么样传话的 他说成功劝服内塔亚胡 有没有 董老师自己 那马上十几小时之后变掉了 以色列开始讲自己的话 说没有啊 军方发言人 IDF国防军 还有包括以色列的将领 那现在我觉得背后还有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动作 我觉得白宫在失利 欧盟也在失利 但明着我们还是会帮助以色列 伊朗要为你的攻击行动负责 我们会制裁 但是我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动手 我觉得台面下动作 现在是很频繁 很密集的 但怎么样不知道结果 是 好 以色列现在看得出来 真的是让美国 真的是非常的头痛 所以我们来看到 现在叶伦要寄出什么制裁 刚刚大冬老师已经帮我们提到 美国要做的就是在针对石油上面 叶伦在4月16号接见警告 华盛顿将在未来几天 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制裁伊朗 他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多了 要来削弱伊朗出口石油 美国的智库 这个是来自于大西洋理事会的 制裁专家Kimberly他也说了 我们画面上看到 他说拜登政府很难严格的 真正制裁伊朗石油 不然将会导致 11月份就要美国大选了 你要难道在大选期间 让油价剧烈的上涨 这个情况是不利于拜登政府的 我们看到这个叶伦 他现在要实施石油制裁 但是看起来这个像武器 会不会反而自己害了 冲击了美国自己本土的经济 方金老师 我想大家必须要理解 这个国际油价是一个多变数的方程式 美国的政策只是其中一个变数 而且国际油价的波动 并不代表国内油价的波动 有时候美国国内的油价 未经的反映国际市场的波动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假如美国自己的供应 能够充足一直撑到11月份的话 我觉得它的制裁 还是会有一些空间 但是它假如有这种制裁的话 它在另外一个方面 它沉入刚才大宗所讲的 美国一直希望严控这些外溢效益 但是你今天假如说是 做了这些经济制裁 尤其是能源供应上面 那会造成很大的波动 跟外溢的效益 那外溢的效益 首当其中就是欧洲的经济 欧洲的经济完的话之后 又会造成大西洋之间的 这个两边之间的矛盾 所以这牵一法而动全身 但总而言之就美国而言 现在在大选之前 一切求安定 尽量避免削弱外溢的效益 否则外溢效益 万一一旦失控 不但是选情受影响 对于政治票房受影响 最重要的事情是 到时候这个以色列 真的是难干到底的话 最后没办法收尾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真是乌漏偏盆连夜雨 这个恶物的战争 不知道如何来解决 但是我觉得必须 我们要讲一下看到这些例子 我们要很讲 难道说美国对乌克兰不够好吗 它确实已经够好了 这两年这么多 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 动不动在想 我们也要想 我们有什么身价 我们天天指望 好像美国要能够帮我们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美国 对以色列这种态度 对于乌克兰 对不对 使乱 中气 对不对 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讲说 在台湾社会慢慢 就是说浮现了所谓的以美论 那今天以美论在看到这些 为什么会有 当然我们会有一位这个就是 扑马先生会冲出来又讲做 认知战什么什么 但是事实上 真正会引起以美论的上升 是因为美国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是那位博洋 这个立委所讲的 谁在操作认知战 你知道 这个就陈如所讲 丐帮的帮助讲 天下有多少乞丐 是要看皇上你的施政 而不是说是我们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谢谢老师 同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兼委员 这个美国到底会不会禁石油 它禁石油跟解决问题 这完全是两码子石油 好我们持续来聚焦 目前世界的两大冲突 热点 以伊还有乌尔战争 先来看到西方国家都已经呼吁了 以色列不要再对伊朗进行报复 来看到就在4月17号这一天 英国的外相卡麦隆还有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不约而同 他们都到以色列拜访总理纳坦雅胡 播会后纳坦雅胡他声明 感谢英德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还有各种建议和忠告 不过注意到了 这个不过两个字纳坦雅胡说 以色列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听起来就是有悬外之音 而果不其然卡麦隆他在会后立刻表示 显然以色列正在决定将会采取行动了 好 现在看起来战士又要一触即发了 英德外长共同出面苦劝 为什么纳坦雅胡还是要一意孤行 纳坦雅胡他坚持要报复伊朗背后的弹算 到底是什么 佐老师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说 战争状态的持续 不管是打得很激烈或者是很缓和的打 基本上来讲都是对纳坦雅胡有利的 因为现在其实纳坦雅胡国内的压力是蛮大的 特别是在征兵的决定之后激怒了一些教士团体 以及关于所谓人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 所以整个对于以色列在处理所谓哈马斯攻击的这件事情上 对纳坦雅胡最有利的状态就是战争的状态仍然持续 这当然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伊朗的伊朗是一个区域的威胁 现在伊朗第一次从他的本土发射了飞弹 无人机来这个针对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找到一个借口采取行动 那当然他让这个讨论继续下去 他也可以因此来用这个方式来争取西方国家更多的支持 就是说好你不支持我 你不帮我这个 你不帮我那个 那我就要采取行动 所以他要不断地扩大所谓伊朗的这种危害性 伊朗的邪恶性 来化解这些西方国家内部反以色列的浪潮 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纳坦雅胡为什么现在此时没有松口 好 现在看起来 以色列是非要打不可了 西方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不过现在我们来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大陆他有办法来这当中介入呢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的媒体商业内幕分析 中国呢是伊朗原油最大买家 三月份最大的这个进口量 我们看就达到了481万吨原油 这个量已经占了伊朗原油出口竟然达到八成 那么中国呢目前已经在伊朗还有俄罗斯之间也打造了一个替代性的原油市场 我们看到中东的冲突加剧 当然就是会直接影响的就是伊朗 他原油出口给北京嘛 所以有很大的几率之下 北京是会出手在台面下下 可能会来稍稍运作 希望说以伊的战争能够稍微降温 要求各国你不要干扰伊朗的原油供应 北京真的会为了原油来帮助伊朗调停冲突吗 建长怎么看 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去想一个问题 石油算什么 伊朗又能卖多少石油 对他来讲这不是很大的 过去七八年 北京一直在烦恼的 一直在想的 一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美中的争霸 其实他不想争 但是美国就一直认为他要争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修习抵得陷阱 这是最烦恼北京的 如何在这场竞争里面有一个结果 那当然北京站在北京里面就是他要赢 他不是说最后结果他输了 他要赢 那以目前看起来他没有输 美国有放松吗 对美国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打压 跟这个以色列的伊朗 那都是小菜一点 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叫做战略的观点 那是很丑陋的 你算我记忆 你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但如果我是北京的战略的人 我就是这样规划 多难得的一个机会 一定要把美国拖下水 怎么能让他停下来 停下来那美国不是就全心全力的来打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了吗 让他卷进去 让他捡进去抽不了身 因为只要以色列捡进去 美国不可能抽身 他就会捡进去 捡进去之后会不会就因此得到了一个结果 就是中国胜出休息旗的陷阱结束呢 是有可能的 这个事件其实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战略机运 要好好的运用 如果换个立场 现在是中国陷入这一个困境 你认为美国会怎么样 美国会把你中国打到地上 打到啪 打到死 他都不会放松的 但是中国人一直在想 我们是堂堂大中华 不要这样 我觉得当你在跟人敌对 不要有这种思想 要想尽的方法利用这一次 是不是有可能把美国给拖下水 县长意思是说 如果现在美国现在很忙着 在乙议战争里面 就没有时间来管中国大陆 来跟他对抗了 好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场战争 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现在已经够惨了 我们看到他在人力上也很缺乏 不过现在我们上次说他要征女兵 现在又要来有一个新的动员法 要做删除 这一次删除的是军人 服役满36个月 可以复原的这个条款 要被删除引起不满 这些人认为说 这是阻挡你的官兵 活着回家的一个机会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传出正在乌东前线防守的 另外一个叫做王牌部队 第67旅独立机械化旅 在战场上遭到解编 为什么会解编 军方的对外说法 先来看到 他说是因为战损太大 但是其实我们来看到 乌国当地媒体是怎么说的 他说67旅是因为有成员不满新动员法 而拒绝来决定公然抗命 拒绝执行作战任务 才会遭到乌国的军方给解编的 是自己的意识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内部要修法 不让前线军人可以复原第二个 刚刚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部队 也公然抗命了 现在士气岌岌可危吗 介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这些都好像是一些 整个乌克兰的军事系统 一个崩溃的征兆 这可暂时如果有军队拒绝执行作战任务的话 那说实话 那个67旅长应该枪毙 送军法 如果他没有办法执行的话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的 这个指挥体系出现严重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今天前一阵子 泽文士把扎入内给撤职 这个事实上很受西方国家肯定的 那个三军总司令 扎入内撤职了 然后接着又发生了这些抗命的事件 那前两个礼拜 这个泽文士细自己在接见外平的时候 他说居然有人 有部队 没有经过 没有说到谜 就自行撤离了阵地 那这也就是公然 这也是公然等于说 等于说就不打了 自行撤离 他说造成别的部队伤亡 这很不可取 他自己透露的 对不对 这个是67旅 最近还传出来亚述营 也不太听这个 这个泽文士继的调度了 这个评传出这些问题 就变成我觉得已经 他这个指挥的 已经军队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些 就是说有一点 我认为是崩溃的前兆 崩溃前兆 那你要知道战争是这样 你如果前景都是好的 对不对 你打一两次 败仗 事实上还不会引起 就是说不会动摇根本 可是你如果说一直 就是说前景不看好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打胜仗 都是打败仗 对不对 那你这个整个的士气 就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那现在乌克兰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说他今天打的每一发炮弹 都要看西方 像美国跟欧盟 给不给他这个炮弹 所以他如果前线 他说我们炮弹是1比10好了 俄罗斯有10发炮弹 我只有1发 那等到我要回击的时候 我都要打炮弹 还要再等 再等后方 后方说对不起 我等美国 对 美国说我等国会 那这个仗怎么打 对 你不是说几个战役失败 你就没有事情 而是你这个后勤补给 这不存在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在出现这些现象 我认为也不能说正常的 一点不让人意外 一点不让人意外 那我觉得如果再听到 更多这些问题的话 那这场战争 乌克兰必然走向失败 然后你看他现在这个 缺不缺言的话 就看这些女兵上场 然后呢 再把这个服役的 真兵的年龄往下调 然后呢 本来答应36个月 可以复原的 他现在是 毁 撕毁原来的约定 所以会造成这些军人的 这个心理不满 你原来答应是36个月 你不能状况不对了 你就让人家这个 当时的承诺没有 那你知道就是说 军人在前线的话 事实上那种心理上压力 各方的压力是极大的 战场是度日如年 你36个月等于36年 人家已经过到 那么悲惨的日子 你还不只要复原 这个不是说一般的这种 这种状况 那个精神生命都 体力都极端耗损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做出这种决定 我觉得 要不然就是无脑 就是说这个领导阶级 完全不懂的军事 要不然就说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这两个选择下来造成的结果 就是一个可能会整个军心换散 指挥系统瓦解 那这样战争就不要打了 就不攻之破 是 好 同一个问题 请教卓老师怎么看 好 现在就是乌克兰如果真的 这个权限崩溃的话 当然对于欧洲来说 会兴起一个新的危机感 这是为什么前一阵子 马克宏会说要派部队到乌克兰去 因为如果一旦乌克兰 被俄罗斯打败了 那很可能这个像波兰 或波罗蒂亚三小国 会人人自危 他们可能会高度动员 甚至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 这个民意的压力 要这个防止俄罗斯 进一步向他们扩张 因为毕竟普丁的理想的这个版图 是要回到前苏联的状态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引起 这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再度升高 我觉得这个当然都是 会进一步扩大冲突的 好 我们再持续看到 那现在如果乌军内部的士气这么低 欧洲也非常的紧张 到底美国的军事援助 到底会不会到 在4月17号这一天 我们来看 4月19号这一天 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的众议院 还有都在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让这个法案过关 那乌克兰的总理是说 如果乌克兰这一次 真的又战败的话 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外界说法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在维言耸听 还是说这项警告 能促使美国共和党 你赶快去通过你的法案吧 怎么看 剑长 首先我说 俄乌这里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能引起的地方在中东 中东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地方 至于你说这一次他的 美国的这个园屋的钱 会不会给 他事实上是2022年2月开打 那时候开打 那一年的11月6号 第一次园屋的这个金额 在众议院投票 被否决掉了 那时候是在一年半之前吧 然后去年的2月12号 同样的案子跑到参议院 结果过了 参议院过的是70比29 就是很多 就是他那里的表决不像我们这里 蓝绿对决就是都得没有 他们这中间各有跑票的 那这一次在4月份呢 众议院又要再表决一次 他的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有221票 民主党有213票 共和党认为他利益吗 错 他们一样会有不同的 那我认为会过 为什么 因为现在选举到了 如果这个不过 拜登会落选 那你可以想执政党是多少的 掌握多少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中东的局势 在4月10号开灾节的第一天 以色列照常的持续轰炸加萨走廊 总理娜坦雅胡他更坚称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挡以色列持续的进军 加萨最南端的城市 现在把眼光望向拉法了 还记得吗 拜登上周才一改他的鹰派态度 说我认为 纳坦雅胡正在做的是 是个错误的事情 联合国安理会 我们也看到近期 美国首次在里面投下弃权之后 也通过决议了呼吁加萨停火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纳坦雅胡无视拜登的谴责 还有安理会的决议 看起来都像是走个过场而已 因为以色列正在持续的加大 他对加萨的攻击 这一切看在伊朗的眼里 简直是无法可以再忍受了 根据最新的情资显示 接下来伊朗即将对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我们现在要来看到中东 大规模的战火 难道恐怕要一触即发了吗 哪些人可能在接下来成为 伊朗战争的代理人 美国将会在这一次再次的将自己 陷入中东的战火之中吗 这一节我们都来一次的做解析 好 我们先刚刚提到的 不甩拜登还有联合国安理会 这个纳坦雅胡就是要打拉法 他不怕让以色列变成众矢之地吗 为什么他要一意孤行 上枝哥怎么解释 真的很难想象 纳坦雅胡现在连拜登都阻止他不听 联合国不听 包括现在德国肖茨 当面阻止他他都不听 现在我们看国际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 可以这样讲支持纳坦雅胡 但他为什么这样子 我想纳坦雅胡 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就知道 这他首先他是老鸟 他第三次当总理了 而且他所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双东的 所谓的真的是极右派最右派 极端的民族主义 所谓极端民族主义 在以色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思路而已 他是一个宗教立场 也就是说纳坦雅胡背后的 他包括他的阁源 包括他的政党 支持他的核心力量 其实充满了宗教情怀 非常强烈的右派的极右派 所以大家都觉得在逻辑上 政治的这种国际关系上 你没有道理非要这么做不可 但你从这个他的立场 他的角色 他背后的租金 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了 其实第二点我们来看的部分 从军事战略上当中来讲 你也不得不承认 一旦发动战争之后 你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就是说你在任何当中停下来的部分 你那个自我反噬 就把你先前所有一切做的战争的决定 就自己打脸了 要知道纳特亚伍现在包括 现在以色列自己内部的民意 包括对他的反对的声浪 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也就是说 他现在如果有任何一番迟疑 不继续地往下打下去的时候 那个反势力是包括他的政党 他自己 那个部分应该是连下台都难以弥补了 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要表达的部分是 战争我们也知道 对于政治人物当中 这也有一个具备的很深的私心 也就是说当你战争继续扩大 乃至未来跟伊朗以一战争 真的扩大的形成下的话 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不可能不需要纳特亚伍 过去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布希时代来讲 何尝不是透过战争当中 发动战争 发动恐怖主义来维持他的政权 这里头纳特亚伍 有没有这样的私心 我们可以慢慢来观察 好 看起来这个纳特亚伍 他已经很坚决了 这个背后还有宗教等等势力 一定会再继续的打下去 那么以色列如果规划 向拉法发动地战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来自于 美国方面的情报显示说 现在伊朗或是他旗下的代理人 即将针对以色列的军事 还有政府目标 要来发动大规模的飞弹 无人机的攻击 伊朗最高的领袖 我们画面上看到哈马尼 他也在4月10号再次的重申 绝对会报复以色列 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袭击 因为这攻击领事馆 你就等同是在攻击我们以色列了 我们现在来看到以色列 他集结大批的军力 即将要来打拉法 难道他不怕这个以色列 这个时候如果被负 让以色列被负受敌吗 舰长怎么看 我最近也试着 站在纳特亚服的立场 我觉得他现在进入了一个 他可能开战以来 最难决定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拉法整个原来 他们就是在打北部的时候 一直叫你们到南部去 拉法原来只有大概 十几万二十万人左右的 现在变成150万难民在这里 然后这么多人挤在这里 全世界已经对你有这么多的责难 你们一点都没有人道精神的时候 你还要打这里 那你叫这些人往哪跑呢 再往北部跑回去吗 所以我都觉得 他是不是应该要停下来了 那前几次不是上个礼拜吧 不是在上个礼拜有七个人 这个国际人道救援 被他们不小心给打死了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领袖不出来责难他 所以他就把这个加沙南部的军队 大海部都撤走了 只留下一个旅一千人 才刚撤走 第二天哈马斯就发动了五枚的 叫做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境内 我当中居然想说 你一撤走 好不说你是这个纳达亚湖 我才撤走 你就这样打我 那我真的停火 他们会停吗 今天如果说双方 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纳达亚湖是军队 我说军队不准开 他就真的就停了 这是一个正规军 哈马斯呢 哈马斯领导人说 好了我们这两个礼拜不准打 你以为就不打了 那底下一个人一火大 昨天他的一个心爱的人被打死 今天拿了一个枪斩 看到那里一堆点 他可能就打出去了 这场战争很难 真的很难停下来 那你说他如果这次打这个 拉法这个加沙的南部 那真的是 你说一郎会不攻我真的不信 全世界都等着你 你打 你打打看 我一郎就一定攻你 那一郎攻他之后 你说美国会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把 现在你所有的眼光 应该关注在中亚这里 恶物不要太理了 南海搞不了大事 台海暂时也不会出问题 这真的是有可能造成世界大乱的一个 或甚至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的发展 请大家每天都去关注他 好 看起来 伊朗跟以色列的态度都非常的强硬 接下来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规模 可能会有多大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伊朗可能会透过代理人 不太可能会真的自己出手 可能会透过代理人吗 魁伯老师又怎么看 这个透过代理人 当然是伊朗发动对以色列的 攻击的一种选择 而且这个伊朗的代理人还蛮多的 对 以色列的不能讲四面 因为它左边的海 没有伊朗代理人 但其他地方 大概都会有伊朗代理人的威胁 这伊朗代理人包括了像 在伊拉克的武装民兵 虽然说离以色列比较远一点 但伊朗也是支柱他 然后另外譬如说在哈马斯 以色列已经跟他都在打仗了 还有像黎巴嫩的真主党 伊朗都有支持的痕迹 还有呢 在南边的夜门的武装力量 特别是我们最近在鸿海的新闻 讨论很多的胡塞组织 伊朗支持的 所以那这些呢 其实还有包括在 这个中东境内少数的一些实业派的 分散的这个 湘民游泳好了 这样讲 就是这些都是有武装的这些一般的湘民 他们其实也受到伊朗多多少少支持 他们不一定是伊朗的跟班 但是呢 第一个他们需要伊朗的这些军事物资 或者是经济物资 第二个他们都有跟伊朗共同的目标 目标当然不是世界和平了 目标是削弱甚至打倒以色列 所以这一群伊朗可以随时点名 跟他们策划好 小弟 对 攻击 不管是骚扰以色列边境 或者直接对它产生一些攻击 但是不会是伊朗自己出手 但是这只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因为这已经到了这个 我们讲说叫做小鸡游戏 就是两台车要对撞 谁胆小 谁先把车头撇过去 你就是Chicken 就是诺夫 英文叫Chicken 所以叫小鸡 那现在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真的就是一个 类似小鸡游戏 对 现在只是重点说 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 如果他们连沟通都没有 那真的是 标标准准的小鸡游戏 那谁要先示弱 以色列把话端得这么高 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尼也讲得这么凶 那最后就像舰长讲的 下不了台的时候 怎么对国内交代 伊朗会不会自己出手 点了几个以色列在中东附近的 政府或军事设施 甚至不一定在以色列境内 就像以色列 他之前攻击伊朗在国外 去两个大使馆 一样嘛 以色列是攻击别国领土上的 伊朗大使馆 只不过这个大使馆 被视为是伊朗的领土 那伊朗会不会 那个如法炮制 就去打一个以色列 在其他地方的 以色列的大使馆 或是政府机构 这也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要升级到更高层的话 我觉得在那之前 应该我们会看到中东国家 还有像美国 应该会有一些斡旋的动作 斡旋失败 大概才会有一些 比较高层级的战争发生 好 所以这当中 如果这个事态 再持续升级的话 关键还是在美国了 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美国的态度 先前这个以色列 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提到 这个叙利亚的使馆被攻击 那这个哈米尼 他已经提出严重警告了 在提出这个警告之后 美国当然也会很紧张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态度 他过去一向就是挺以色列 拜登总统再次的 向伊朗喊话 他说我已经告诉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 他说美国保卫以色列 会免于你们伊朗 以及代理组织的威胁 而且拜登他特别强调 我们来看到画面 他说这个承诺是尖如铁甲 而且他说两次 他说我再说一次尖如铁甲 我们会竭尽所能 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3月份我们刚刚才提到说 美国在安理会才投下这个弃权票 针对这个以哈停火协议投票 等于说他也没有支持以色列进攻加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拜登的态度似乎转为鹰派 他已经警告伊朗了 美国一定会挺以色列到底 接下来美国能够在中东局势 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上次哥 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这个最近在全世界 而且认为以色列跟伊朗要开始战争了 也就是说不只是以哈战争 以伊战争这件事情 特别在国际资本圈的部分 大概整体来说 以应该是空头或各方面的看衰 容我先表达一个 我自己很爱从国际资本市场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全世界如果有战争的动荡 谁会最敏感 政治的喊话这些动作 我认为都还是慢的 情报会最先 我觉得现在包括拜登之所以 会开始警告伊朗 当然以美国掌握在伊朗当中 准备战争的情报 到什么样一个边际 我认为当拜登说狠话 表示伊朗的部分 肯定已经到个地步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 伊朗的部分的最高领袖 他部分讲出这样的话 难道是他讲完才开始准备吗 从我相信从以色列在先前 对于巴勒斯坦动手开始的那时候 大家就在看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哈马斯 背后就是以伊朗的部分的势力 所以迟早最后就到伊朗 也就是说从另外角度 伊朗准备跟以色列开干 已经好几个月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在这里头 国际上我刚刚讲 经常在看要看资本 我觉得在最近我们看 除了在包括 美元最近虽然强势 可你很难看到 因为美元强势突然油价下跌 金价下跌 它们是对比的一个避险 但是最近美元上涨是强势 没想到油价现在不断上涨 在这两天大摩继续调升 油价的预测将近10% 你要知道在最近半年以来 大概整个金价的调涨 已经飙升了25% 在最近大概不到一个月以来 又已经飙升了7% 也就是说全世界这种跟战争避险的 美元油价金价 瘋狂的上涨 你就可以知道 能要大家是只是恐慌而已吗 大家都有很多情报 资本是对战争最敏感的 也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里头包括 以色列跟伊朗一旦战争 油价的这个部分的影响性 那可能包括大家都可以联想到 现在谈包括第三次世界的战争 连带扩散性 包括中国 伊朗 跟包括俄罗斯的结盟 局势的这样对抗 有很多可怕的想象性 所以我从这些指标 让大家可以理解到 我相信拜登说狠话 背后不能只从政治看 要从情报 战争情报系统 首先观察 以及从现在包括华尔街日报 对不起 华尔街的 资金为主的全世界 这些已经在进行 跟在反映的准备 就可以知道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恐怕已经是见在悬上了 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在情报上面 还有避险资金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从这些各种的迹象 都显示会开战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 美国他如果要在中东 展现这个尖如铁甲 刚刚拜登这样讲 如果我们是以武装 武器的部署上面来讲 美国接下来在中东 可能会如何来做他的布局 他可能会派地面部队 再进入以色列吗 还是我们说 这个航母可能会重返地中海吗 舰长怎么看 美国如果派航母回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他第一要忧心 如果伊朗发动一个先进的 这种导弹来打他的话 那他真的可能会非常危险 他有一艘军舰被打到 那个人员密度 船上的炸药或飞弹 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他应该去 如果我派船去 他要想 因为现在的局势 已经不是刚开始那个局势了 现在每一个东西 他可能都要很头痛 现在拜登 我想他可能很头痛 就是说我该怎么办 派船去 我要付很大的风险 派地面部队 他会重造阿富汗的附设 因为他所有面对的都是 几乎不是正规军 各种的激进组织 这种最可怕 这种东西你很难去处理 我今天派了大军来 谁会被吓到你知道吗 正规军会被吓到 正规军我们就知道 美国太厉害了 我们不要跟他敌对 那些躲在山里面的 这些激进组织 谁会理你这些东西 他扛东西来发射 一个飞弹就发射了 如果他们现在都是 因为都是一些 比较原始的武器 再接下去 如果有这些比较先进的 好比说伊朗拿出一个 超级快速的飞弹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可能会改变战区 为什么 他可能打到 穿透一个美国的一艘军舰 巡洋舰 那个死就不是死几个人 那个船上就是三五百个人 你要死多少人 万一有但又炸呢 所以他的确是非常的困难 他想要说 我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 他是说给以色列听的 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拖我下水 因为你可以发现 这个纳太尔是不听你的 他万一又去攻一下伊朗 美国那么弱 那你这样子 你都不听话 我不理你 很难 那他怕不怕 把他卷进去 他当然怕 那怎么办 来的军队都不要动 你放心 我一定保护你 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打 他有这个味道在 是 请他们停下来停火 好 谢谢舰长的补充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看以一 如果真的开战 到底谁比较会赢 就军力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全球火力网站 是发布了2024年的一个 全球的军力排行报告 这份当中 我们来看到 目前的排名又是怎么样 以色列身为军事大国 排名现在在第17名 但是没有想到在伊朗之后 伊朗目前是在全球的排名 现在来到第14名 到底伊朗藏有什么武器 这个是大家不知道的部分 委员 伊朗的军力指数 这活力比较强 其实平常讲 这个判断这场战争 功效不大 为什么 因为它强的是在陆军部队 那它的这个导弹部队很强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以色列导弹 它不需要自己生产 不需要自己配备 要的时候 手勾一勾 揮一揮 美国就送来了 这是它的强项 第二强项就是说 从空军的规模来讲的话 以色列还是赢过伊朗 那但是伊朗的防空导弹的设备 也是快速的提升 不可能像上一次 好多年前 这个以色列空军轰炸伊朗的时候 伊朗毫无招架的余力 伊朗像防空导弹也会无下阿门 但是以伊朗跟以色列打仗的话 不太可能打陆战 为什么 两者相隔甚远 中间还卡伊拉克 卡到叙利亚 卡到沙特阿拉伯 所以对伊朗来讲 不可能打陆战 所以它不会有所谓军队 过境打到以色列的问题 它只会打空战 也不可能打海战 因为这两国海军过不上边 所以只能打空战 空战的时候 伊朗占不到便宜 除非说伊朗现在能够在 这个战场上证明 它的防空导弹已经到达了 这个中国 美国 苏联这种程度 那它除非有来自于中国 或者是这个苏联的帮忙 不宜它自己本土产的防空导弹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没有经过战场的实践的检验 它的无人机效果不错 可是无人机如果没有打陆战的话 无人机的空战意义 就会有点像乌克兰飞了好远去炸一下 也没什么真正的战术 战略上的效果 因为无人机最大的缺点就是 带弹量不大 炸药火料 公斤数不大 不可能强攻的那种 强的堡垒或者军队 那要导弹的话 现在伊朗是能够有自助 这个素质还不差的导弹 但是数量到底有多大 能不能到哪儿保和攻击 不晓得 那如果以色列现准的导弹 它也没有能力做保和攻击 可是以色列后面有个军火工厂 都在美国 所以勾一勾就运来了 但是伊朗要从其他地方取得 这么多的那种飞弹设备 或者飞弹的数量 如果到达俄乌战争那么高的 每天的那种导弹数量的话 那到不了那种程度 所以基本上是战术上 打了就要赶快结束 很难有这种长期的战争发生 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能力 从事长期的战争 这是一个 因为美国现在在国际压力底下 刚才那个汉庭委员想得很好 美国现在是在压力锅里面 你给太多军火给以色列 也不对 不给也不对 所以伤脑筋就在这里 前段时间不是刚批了一个 一本战斗机 要给这个以色列到现在还没叫货 就是因为卡在国际压力等等的因素 那所以如果纯粹用这个排行榜头 看起来好像伊朗占优势至少赢3名 可是如果只打空战的话 伊朗反而会落在下方 好 相较于以色列的部分 背后有美国成瑶 伊朗现在看起来 比较需要靠自己 他军力强大的原因 有几个 刚刚其实委员也帮我们稍早提到了 说他有这个正规军 然后还有民兵组织 那正规军的部分 包含了正规军有35万人 然后另外他正规军 还有另外一个委员提过的 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边有15万人 再加上他的民兵的部分 有一个叫做巴斯基的部分 能够动员人数非常高 达到1100万到1200万 好 我们来看到一般国家 只能有一个正规军 为什么他还有另外一个革命卫队 这个革命卫队 又有什么样重要的角色 汉田议员 严格来讲伊朗的武装力量 只有三股力量 一个是正规军 再来是伊斯兰革命卫军 然后再来是一个所谓的 巴斯基的民兵组织 那当然前两者它很特别 因为通常我们一个国家的 陆海空军 只会有一股国军 一支国军 但伊朗它的这两支 所谓的正规军 大概是35万 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15万 这两股它不是有隶属关系 它没有上下级关系 属于完全平行的 然后一个是归于 这所谓的最高精神领袖 一个是归于政府 两个到底有时候谁指挥谁 还不一定 基本上就是各干各的事情 但是原则上冲突的事情也不太多 因为他们就是各自负责的领域 不大一样 那主要是伊斯兰在革命卫队 它其实对内也是专门打击恐怖主义 打击贩毒 然后打击分离主义 这个活动的 那再来对外的方面 它参与的战事就比较多了 包含伊拉克 叙利亚跟叶门的 它也都有对外参与 那在国内来说 它相较于正规军 它反而比较强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虽然它人数 这个是比较少 但是它反而主导了 所谓的导弹的建设 甚至它在海军上面 所拥有的舰艇的武器跟舰术 反而比国家的正规军 还要来得更大 而且是所谓的正规军直属的 它还不是属于总统 那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认为说 总统三军统帅 然后它反而可以指挥得比较强 因为伊朗的总统 在整个的政府特殊位置当中 它的地位反而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 以实质上的战斗力 以及武器的品质来讲的话 伊斯兰革命卫队 可能还会优于他们的政府军队 好 看完军事上面的这个比较 我们也来看看经济上面 伊朗遭到西方长期的制裁 我们也看到它在去年经济成长 其实还有5.4% 一个不错的成绩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再猜测一下 接下来如果以色列开战的话 伊朗的部分跟以色列开战的话 对谁的经济会比较冲击比较大 蔡老师 我想伊朗整个石油占它 国家总收入大概有8成之多 所以它的经济可以成长 大部分还是依赖石油的一个输出 那要去谈说伊朗的一个经济 或以色列的一个经济 谁会撑比较久 其实刚刚前面那个 蔡委员其实已经有提到 就是说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撑不太久 我们如果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的话 其实伊朗它还是比较类似 极权主义的一个国家 那以色列它就是比较偏向西方 民族经济的一个国家 那这两种国家一个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这个领导人是非常英明的 是跟上帝一样的话 那其实我想它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 是比市场经济因应这种危机的能力来得好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市场经济呢 因为以色列过去大家都知道 除了它在所处自己国家的位置里面 虽然它的资源这么有限 但它在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一个经济的韧性 或甚至是在这个国家安全上的一个韧性 那很重要的其实是 大家都会最常举以色列 我们在台湾也是会听到 很多人讲到新创就会讲以色列 讲到美国的金融业就会讲以色列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两个这个产业呢 一个新创 你会有很多的一个新创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思维 就代表你这个国家的人的脑袋 它的反应其实是相对其他国家可能来的怪 因为你要克服你的一个生活环境 你相对比较少的这个资源 所以你为了要发展 你就要想更多的一个方法 用更多的一些战术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想它会比伊朗 它的国家虽然看起来 目前经济成长率好像 如果你旧数字来讲好像还不错 那它确实在石油的生产地位上 在OPEC 如果你去跟OPEC这些国家来比 它的占的这个地位 其实也是满前面前三名 但是因为他有老天爷给他这么好的礼物 所以他就不太需要花脑筋去想很多 像以色列面对很多相对资源缺乏 所必须要想出来的一个经济的生产工具 所以如果就经济层面来看的话 以这种对于经济风险的一个承担能力 我想以色列会比较高的 而且是高非常多 更重要的是金融 金融比如说伊朗你有可能会面对到 所谓的金融的制裁 对 以色列你要去面对金融制裁的话 你就会面对到你在美国这些犹太人 他们在金融市场 掌握这些金融工具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想就不管是说 从过去大家所面对的环境 一个是老天爷就给你这么好的资源 一个是老天爷没有给你这么好的资源 但是你却可以想办法这样生存下去 活下去 甚至很多的新创企业 就在以色列发展 然后到美国去IPO去上市 所以这些长久累积下来 透过市场经济这样发展出来的 以色列的一个经济能量 在面对这种战争的时候 当然我想战争一定对两个国家没有好 我们去讨论说谁可以撑下去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我想我们节目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 就是说 就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来讲 或两个不同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来讲的话 我想以色列在这个部分 所展现的任性 应该会远远高于伊朗的 是 谢谢 谢谢蔡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既昨天之后我们要来持续的关心 现在以色列和伊朗的局势 现在进入是一触即发的状态 我们来看到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这个4月12号的报导 说以色列预计 接下来真的是非常紧张 说在24到48个小时之内 就会来发动飞弹的攻击了 以色列他还告知他的盟友说 他们正在等待袭击发生 然后乙军将会对 我们来看到加萨最南部的城市 拉法就会来进行地面的攻击 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勤资 还有国际币城商品 持续的价格高涨 布兰特原油的部分 现在每桶已经飙上了90美元的大关 今年初至今 我们看到黄金价格涨幅也因为中东局势的紧张 涨幅达到14% 油价暴涨了16% 现在利空夹击之下 华尔街市场整体的气氛都非常的凝重 这也代表着即将是中东战争 恐怕真的蠢蠢欲动 就快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以一一旦开打 就军力来讲 谁比较强 各自优势在哪里 今天专家我们来一次全部掌握 现在请教委员 现在以一一触即发这个开战 已经是不能避免了吗 您如何看 伊朗的报复是绝对会出手 要不然它对内对外就无法交代 对内的话 它目前整个国家里面像压力国一样 自从上一次的 这个苏雷曼里的这个纪念会上面 遭到了攻击 那可能是属于自己都是伊斯兰教系统 也就算了 现在是竟然来自以色列 以及所谓的犹太教国家 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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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不打的话 在国内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国际生活上也会遭到重挫 所以非报酬不可 但是现在选择的是报酬的方法 它有一个战术程式跟战略程式的考虑 战术程式就是一定要达到攻击的效果 战略程式要达到恐吓的效果 所以在战术程式的话 它已经把很多的导弹移向了这个蓄力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觉得说 那不是正式开打 有趣的是说 伊朗的军队 虽然都号称正规军事力量 正规武装力量 但是分成两股 一个是伊朗的国防军 它有庞大的空军 海军 陆军 可是不要忘记 另外一个也是正规武装力量 它叫什么 叫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斯兰革命卫队 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武警 它不只是一个武警 队内是镇压了武警 保护了各个机关 可是最高端的武器 也是在革命卫队手上 包括弹道灰弹 生化武器 核武器 通通在革命卫队的控制底下 而且它底下来控制了一般的民兵 叫巴斯塔 这些组织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军事的组织 就是中高端的东西 刚好在国防军里面 最低端的什么步枪 赶死队 海军陆战队 都是在革命卫队手上 然后最高端的这些弹道导弹 也是在革命卫队手上 现在革命卫队已经把弹道灰弹 从它依然境内移到了叙利亚地方去 换句话说 它如果发动攻击 在战术程式上 不会以伊朗本土作为发动攻击 因为第一个距离太远 第二个它的政治意义 跟法律意义不一样 所以如果用海外的 连相关团体用革命卫队所指控 指挥的这些海外革命团体 那比如什么珍珠党 或者是什么叙利亚的这些 属于亲伊朗的什叶派的 这些民兵组织 由那边来发动攻击以色列 本土上的机构 注意到一定是本土上的机构 本来说要攻击以色列海外的驻领馆 规模应该不止于是如此 在战略层次上 他也要达到政治上的利益 他说要不打可以 开政治条件 那开政治条件很多 什么联合国道歉 谴责 然后这个要求以色列 撤退 撤出加萨佐兰 他这个叫做战略恐吓 那如果你都不同意的话 我不排除攻击以色列 封锁赫姆兹海峡 那这种赫姆兹海峡 一封锁的话 我看所有的石油价格 都应生而葬 给全世界带来混乱 而且让美国头痛加上再头痛 因为这个东西更不好处理 除非你美军要开更大的部队 去跟伊朗对答 但是目前应该不是好时机 对美国来讲 尤其是拜登总统要竞选連任 一个战场不够开两个战场 因为以色列就是要把美国拉下来 那以色列立场也是一样 就是你攻击我 我就开始进攻拉法 本来进攻加萨佐兰南部的拉法 是让步了 为什么 美国总统要选举 他必须要在这种政治的角度上面 给拜登一个面子 让国际上批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声浪 能够稍微平静一下 所以他现在撤出拉法 暂时不打 但还是留了一个女在那边看着 也并不是完全不打 所以你现在只要一人打她 她的借此 我就脑子在进攻拉法 所以这等于大家都在进行战术上的准备 以及战略上的相互恐吓 那最后结果如何呢 很快就会掀开来了 好 这场以一的战争 我们要特别关注到这个伊朗 接下来可能会封锁 荷姆滋海峡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 等一下请蔡老师来继续帮我们补充 对接下来全球油价都会有影响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一回把美国拉下来 美国现在的态度我们也来看 针对这一场战事 美国真的也很紧张 国务卿布林肯赶快的和几个外交部长通话 包括来自于中国大陆 来自于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 欧洲的外长通话 呼吁各国 赶快一起来发挥影响力 敦促伊朗 不要再让局势升高了 那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驻联合国代表团 则是说如果说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话 那么先前针对伊朗在叙利亚大使馆的攻击 并且将这个肇事者神志以法 我们就会可以来避免伊朗自己来动手 惩罚以色列这个流氓政权 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美国现在 请求这么多的国家 刚刚我念出了这么多的国家来帮忙 凑过外交手段真的可以来调停战争吗 以伊如果抛出不攻击以色列 美国联合国就真的可以接受吗 议员 伊朗他一定要报复 但是他的这个报复到目前为止 如同委员所说的在战略上 他是一个恐吓的效果 也希望说实际上的这个报复 也有程度轻重缓急之分 怎么样叫做点到为止 或者到目前来说 我看他更多的是 预备未来的师出有名 累积正当性 同时也要累积民怨 他已经开出了所谓不报复的条件 你国际必须要制裁 你以色列必须要退兵 必须要有各种的谴责 等于是把球推给了美国 所以你美国能不能够做得到呢 如果美国做到了 如果以色列退兵了 结束了加沙地区的战争 哇 我伊朗是大功臣 我才是那个牺牲被打 结果成全大局 维护世界和平 我伊朗最棒 那如果做不到呢 那就是你美国无能 那就是你以色列继续侵略别人 那未来我如果再有更进一步的攻击 或者是反击 我是为了和平而战 我是为了稳定而战 我就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的报复行进 所以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更加深了美国跟以色列之间 彼此的冲突跟矛盾 因为以色列当然希望把美国拖下水啊 可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伊朗要正式的有武力上的行进 那不仅就变成是以沙的冲突 也变成整个中东的战争 甚至整个的油价以及国际的经济 都会因此而陷入衰退 所以美国有没有办法 藉由这个机会来要求说 以色列你也顺便的降低局势 拜登呢也能够有一个下台阶 顺便呢如果真的结束的话 对拜登的选情还是有利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相当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即便美方 各种的外交的展现啊 或者联合股啦 然后大家密切的通话跟关注 但到最新的局势来说 以色列不买单啊 以色列不领情啊 以色列就还是要进行到底 甚至呢讲说 伊朗一定会在48小时之内动手 这个话其实是以色列方面来宣告 他也是告诉大家说 伊朗一定会对我怎么样 所以我必须要更加大我的准备 我必须要加强我的军备 我也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 所以伊朗即便呢 他有一个政治上的盘算 希望透过让美国以及国际之间的舆论 把矛头都对准谁 对准以色列 那他也可以对国内有安抚跟交代 就如果真的顺利谈成的话 那至少呢 这个以沙地区完成和平 那么我们伊朗虽然有所损失 但至少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都能够交代清楚 然而最终我相信应该是 事与愿违 因为以色列根本就停不下来 好啦 美国的立场真的是很尴尬 伊朗把球丢给美国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以色列并不买单 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角色 他真的这么担心 除了是担心这个开战会影响自己在中东 又要再介入一个战局之外 还有伊朗的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产业方面 我们来看到这个会影响的是 全球石油的供应 伊朗这个地方 他和以色列都不是石油大国 但是我们来看到 伊朗的地理位置上面 刚好他掌握住 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提到的 这个叫做荷姆兹海峡 这个海峡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运输的 一个要道 我们画面上看到 他每天透过这个海峡通过的石油量 达到1700万桶 那也相当于全球石油 有五分之一都通过这里 除了石油之外 还有液化天然气 达到三分之一的量 也要通过这个海峡 伊朗则是可以透过这边 关闭这个国际水域 来阻碍全球石油的一个运通 所以这个海峡的地位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先来请教蔡老师 我想大概在中东地区 没有一个海峡是不重要 没有一个这个航道是不重要 因为它毕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 一个石油的输出的产地 所以以恒武之海峡这里 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它的重要性 因为它占了三分之一的天然气 然后占了1700万桶石油 那一旦它开战的话 当然第一个 比如说它有可能 就会导致你这个天然气的运输 有可能会中断 有可能会延缓 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海峡 会怎么样 不是那么关心 关心的是说 那对我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 当然就是运输的成本一定会增加 或者是说这些原来是 需要依赖在伊朗附近的这个国家 进口的这些石油 或者是说天然气也好 那这些国家 他们就会想办法去分散 他们的一个进口的来源国 比如说台湾在过去 大家看到 大家也会担心说 比如说我们的天然气 是要依赖进口的 大家就会担心说 那你的天然气的进口国 有哪一些国家 那就台湾来讲 他就会想办法去分散 这些国家的一个进口 那就像台湾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晶片 其实重要性越来越高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到我们台湾 这个附近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 那这些风险 为什么他们会担心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 有很重要的一个产品在出来 那因此大家为了要分散风险的话 当然就要开始说 我要开始在有不同的地方 要每一个国家 就开始会想要有自己的晶片 那所以有这种所谓 当这种像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这个重要的这些国家 他们有可能会去影响 他们的航道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区域 其实地缘政治的风险 坦白讲是非常非常高 那这个三不五时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就会对于这一个 大家的预期心理会产生影响 那一旦这个价格开始往上的时候 刚刚大家也提到了 不管是石油的预期价格会上涨 金价 金价也会上涨 那金价上涨 就会影响到电子产业的一些生产 因为很多的产品 其实都需要这个黄金 那这个含量 当然大家也想办法努力去降低 但是你还是需要用到黄金的一些含量 所以整体而言 我觉得以中东地区或者是之前发生的 这一个像鸿海的这些危机 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就是运费的上涨 然后导致一般的消费者也好 一般的生产者也好 他们的一个预期心理 就预期这个价格会上涨 那就会使得这个价格真的上涨 那进而会引发的 我想就是全球通膨的这种问题 大家又会再进一步来关心 所以我想等一下有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聊聊 就是说这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但是以恒武之海峡 这里一个地位的话 就会加速大家 希望可以尽量去降低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来源 或者是石油的一个来源 好 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 不管是这个进口商品 油价 金价都涨 我们先来补充在股市的部分 过去三个月涨幅 能源14% 那超越了科技股12% 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真的在能源方面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